要关注在去年的7月 铁锦李承翰处理逃票纠纷遭到刺杀 昨天审嫌犯获判无罪 李承翰的父母亲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宣判 真的是非常难以接受 直呼判决对死者家属来说太不公平了 而针对这个判决 警政署长陈嘉青昨天也表示 非常沉重跟愤怒 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后续也会协助死者家属上诉到底 也不排除要重提袭警罪 让第一线执行远警更有保障 接下来关于疫情 我们要来看到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 目前全球超过327万人确诊 23万2000多人死亡 其中美国就有106万7061人是染疫的 6万2860人死亡 光是纽约州就有超过31万人确诊 对此纽约州州长谷默30号在记者会上宣布 从下周一开始纽约地铁每天凌晨1点到5点停时以便消毒 而其实纽约市的地铁在疫情爆发之后 载客量大跌超过了九成之多 很多的游民占据车厢卫生条件因此大幅的下滑 因此在纽约州州长谷默先前就表示 这会让必要性工作者搭乘地铁上班的时候增加感染风险 如今才下令在凌晨要停时消毒车厢 而这也将会是纽约市地铁 营运52年来首次在深夜停时 而接着回到国内昨天疫情再传捷报 连续五天都是零确诊 因此台北元山大饭店您看到再度点灯 排出了ZERO FIVE的字样 象征五天零确诊 分享喜悦跟好消息 不少的摄影爱好者也纷纷前往 拍摄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好 五天零确诊真的是振奋人心 而和五零同音的桃园五零高中 昨天全校提早五十分钟下课 庆祝五天零确诊 听完即时看 我们要继续延续五天零确诊的这个议题 在国防部呢 昨天也分享了连续五天零确诊的喜悦 特别在脸书贴出了 五零机枪彰显我国防疫的战力墙 引起很多网友跪求 他们跪求什么呢 就是我右边的这一张图 希望如果今天连续六天都零确诊 能够看到六零破级炮 出现在国防部的脸书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持续一起加油打气 希望今天呢 可以再度传输好的消息 不过除了国防部之外呢 我们要看到使用奥运五环标志的中华奥会 昨天也在脸书上面发文了 我们现在看到他发了这个图哦 上面写到五天都是零确诊 希望台湾继续的挺住 而且呢也在贴文当中表示 中华队拿下连续五天零确诊的好成绩 希望大家都可以为自己喝彩继续的加油 同时也点名了六位灵性的运动名将接力 希望今天呢可以顺利打掉 连续六天零确诊的目标 而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麻布茶房 因为4月27号大家很震惊哦 因为呢宣布要停业了 但是昨天呢突然这个决定是急转弯 宣布会继续营业 大家就好奇才经过了几天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折呢 麻布茶房就回应了 是和日方展开积极的磋商 也初步达成了暂时代理 继续代理品牌的经营协议 在新的代理合约完成之前呢 都会继续的营业 所以如果喜欢吃麻布茶房的观众朋友 您呢就还可以在这几天都还可以继续的来吃到他们的餐点 而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国内疫情刚讲到了连续几天临确诊 似乎是有逐渐趋缓的迹象 而指挥中心先前有说如果连续一周都临确诊 朱困的振兴抵用券就有机会上路 而截至昨天已经五天 也就是说离一周这个时间呢越来越接近 不过对此政委 狗明星是表示一切交由指挥中心专业的判断 而且呢他说但是行政院都会准备好 其实随时都可以启用振兴抵用券 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相关的 其他报道配合防疫的政策 不少大型的艺文活动您知道其实都取消了 那有业者就统计了表演活动相较去年 有将近少了九成这么多 让不少的艺文人士呢大喊真的快撑不下去 纷纷申请了纾困补助 不过这个时候业者跳出来抱怨说 已经结束的第一波艺文纾困的补助申请条件 真的很困难 而且光是申请就有超过八千件 想拿到真的不容易 气象时间今天是五一廉价的第一天 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记得 戴口罩请洗手 然后呢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而接下来廉价天气 刚看到阳光已经露脸了 是不是好天气呢 其实在五一廉价 大部分都是好天气啦 但是往东走还 美式的七十个几点都会设置像这样子的人潮仪表板 如果红色则是已经在管制中 橘色则是建议别再前往 而红色则是人潮爆棚 不要进入 那你来看看这些监看人潮总数的APP 到底有没有发挥效用 又该如何操作 片三十二分最新消息 我们要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再度被问到 是否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生是死 川普说他希望一切没有事 但他现在不能谈论 而持续聚焦的是美国的防疫专家 佛奇证实正在实验中的药物 瑞德西韦 的确可以帮助重症病患更快速康复 这让外界听到非常振奋 不过总统川普则夸口说 检测量绝对足够 目标是一贴五百万人 但被地方上的医疗机构打脸 川普的背信任度似乎拉上警报 狂声在菲律宾有水牛岛赌场开发案 还声称是总统杜特地加持过 每月稳赚18% 双龙国际集团在台非法吸金超过新台币两亿元 要告诉您祖贤杜姓兄妹案发之后潜逃出信 不过昨天晚间祖贤之一的杜凯玲 已经遭到调查局押解返台归案 不过对于记者的提问说 是否对不起被诈骗的人 杜凯玲只耐人寻味地说不了解 而目前最近消息要提供给您 昨天晚间桃园平镇文化公园的地下停车场 工程坍塌意外造成两名工人受伤 那么稍早跟您提过立民失联的62岁女性工人 在今天早上5点13分被找到 但最新的讯息是已经不幸身亡